棋手三分照样难党!Ben Simmons如何克服缺陷志趣对手? NBA球场长度大约29公尺,宽泽位15公尺,年仅21岁的Ben Simmons以不科学的方式掌控球场的一切。 他的传球如子弹般犀利,撕裂所有戏风,就好比我们儿时回忆中的伟大控球,辉煌的新秀赛既外如一杯完美的鸡尾酒,游武与伦比的才华,天赋绝佳的队友以及所遭遇的防守三者组合而成,也许你看不懂最后一项,他到底碰上什么层级的防守待遇。 大家都知道 Simmons没有投篮能力,离篮矿石尺以外的距离不具进攻威胁性,且他更是明顽目的年轻人,不畏惧时代的嘲弄,坚持不主动在三分线出手攻击,以传统观念来说,面对这样的持球者,防守者会确保自己能触碰到他的身体,固守禁区,放投外线是最好的选择。 正如格瑞尔·作家赛克拉姆所指出, Simmons本季十四三分线出手全都是无关要紧的巴斯尔比特,平均出手距离是远达的18.7公尺。 他总是和队友后卫保持六区以内的距离,且发起76人多数的攻势,这也就是为何 Simmons在球场上总向个火星人,没有办法替他正式定位。 放投 Simmons理论上是可行的策略,特别是对于这些没有投射能力大量依靠切传的球员来说,这绝对会让他们打得绑手绑脚,但 Simmons显然已经适应了这套防守策略。 下半季他的整体效率逐渐提升,明星赛后平均14.1分56.9投篮命中率8.6篮板,10.1助攻,并且多次缔造大三元记录,后半季的累计的次数已经超过前半季。 Simmons非常明白防守者会怎么对付他,所以直接将传统的防守策略转为一场与对手间的心理战。 简单来说, Simmons知道,你认定他不会投篮,藉由这一点抢先一步反将对手。 上面这球, Simmons快速推进前场后,忽然停下来,在罚球线附近,那并非他的投篮热区,此时队友都埋伏在三分线附近。 他先是假装要把球交给空手跑位的俊阿斯汀安德尔森,并趁着艾米尔·朱昂森陈迪引开防守者之后,出手投篮制造进攻篮板机会。 接着趁对手反应不及时抢下篮板,借由更靠近篮框的二波进攻轻松取分。 这说明,防守策略不应该针对他的缺陷而来。 在攻守转换时, Simmons有独特的身材技巧组合,但他不会一股脑往篮框冲刺,而是运用跑位替队友开创机会。 过去先少有全职的控球后卫比 Simmons还要高,过去五个月,我们正在看着这名球员逐渐开发自己的打法,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6尺10寸的超大型控球,一旦耍起后卫的藏球小技巧,巨大的身形成为绝佳的掩蔽物。 我第一次看 Simmons打球他才15岁,他代表澳洲在Editas Nations,对抗Dintexam17岁的Lexam那时就是有名的潜力股,是队伍中的得分王与进攻发动机。 这场对战利Exam17岁的成名战飞的游杠一期,冠军战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的状态与成长曲线正在逐渐攀升,但让球馆惊呼声连连的并非Exam。 那时, Simmons只有6尺8寸,甚至还有点婴儿肥,当然体魄是运动员了。 大开眼界的火锅峰组不可思议的传球技巧以及在三分线内创造进攻能力,且总能做出正确的传球抉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相同未知的敏捷性,远优于一般常人的第一步爆发力,当时我认为总有一天他会是出色的强力前锋。 过去不是没有出现过类似 Simmons的高空球,但非常非常少,尤其是还能像他一样跳跃奔跑的。 新人王竞争对于 Simmons仿佛是一种鼓励,期待他超乎我们的想象,成为场上独一无二的指挥官。 在今年开季前,运动话刊的李举Ankins曾记录过 Simmons父亲与布朗布朗教练的对话, Simmons把告诉教练他二子应该是一,明控球后卫,布朗则回答他以前打过吗? 事实证明爸爸的观察是正确的。 根据Basketball Reference 数据, Simmons在场上多半时间是以后卫身份上场,而非我起初认定的强力前锋,如此调度让76人本纪魁为6年重返季后赛,还有机会锁定首轮的主场优势。 骨牌效应,身材绝佳的高空球语局OMBI健康出赛,76人今年是不可挡,尤其是 Simmons在防守端更有精英级的表现。 在大学时期的态度与与丑闻已经是过去式, Simmons现在是可以完美执行任务的职业选手,强壮的躯体可以让他扛起禁区防守,也能紧贴助控球后卫避免犯规,随意换防任何卫士的球员,对于球的去向有天生的敏感嗅觉,就像Rasovic一样。 本季 Simmons的防守真实正负值,可以横跨1-4号位,本季效率上场时间至少800分钟,效率前11名的三人小组,其中有7组是76人。 有6个包含Simmons,以不同角色与位置都缔造最佳数据,他无疑是联盟最全范围的新秀。光是看看NBA MICE这张图就知道。 MING PAO CANADA MICE